本次活动与其他亚洲核心城市香港、成都、马尼拉和新加坡同日开跑 共襄盛举守护地球环境 以永续发展为品牌精神 BMW i3以及BMW i8分别担任世界地球日为水资源而跑路跑活动9公里竞赛组21公里半马组的领跑车 此外,BMW总代理饭的公司也于21公里半马组的终点展出BMW i8 并与主会厂的BMW摊位展出BMW i3 让参与民众一览BMW的节能科技 根据联合国水资源组织的资料显示 世界各国都有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现象 如照此趋势下去 2030年全球可用的淡水资源将减少40% 身为全球豪华车坛领导品牌 BMW从最原始的起点开始思考 将永续理念落实在原料生产制成的各个阶段 组成BMW i主要车体结构的CFRP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碳纤维强化塑料由美国华盛顿州摩西湖市 Moses Lake的工厂所生产 之后转往德国来比习的BMW工厂组装 两者制成100%采用水力或风力发电的洁净能源 并量低了较传统汽车制成50%用电 70%用水量与碳足迹 于2016年5月发表的全新BMW i3 搭载容量为94Ah的全新锂电池 Lithium Ion 模组使续航力大幅提升 依据不同的驾驶形态及行车环境 BMW i3纯电板续航力最高可达200公里 搭载Rexen城市引擎的BMW i3 Rex 最多可在增加150公里的行驶距离 符合日常都会生活所需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到直接且有效的环保效益 由BMW总代理范的公司与NGC国家地理频道 共同发起的世界地球日环保路跑活动 分为三公里建走组、九公里竞赛组和二十一公里半马组 今年更全程不提供瓶装水 提倡跑者自备水杯 一起为保育水资源努力 出期望 出期望 依赛组和二十一公里 装养